這個範例檔,消貨單的範例檔基本上是在網路上抓下來 這個 裡面有一些已經完成了就不用做,但是有一些沒有的 恐怕就要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這邊的話 在這裡 OK OK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基本上 長得類似像這樣,裡面原則上 大部分的東西都沒有 那小部分的東西有 所以請各位,這個地方單號部分 原來第一個給它輸入1好了 那這個地方的now就保留原來的 當然不過訂單的日期,一般用now好像有點多餘 因為我講過,now還包含時間 一般用today的話可能會更好 today 不過這個地方先把它取消保護好了 取消保護,然後這邊的話把它改成today 我們用today來做 OK 取得今天日期 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下拉選單 會出現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下拉選單好像放這裡有點怪怪的 這邊有個資料 一般不會放這裡,把它剪下好了 另外再開一個什麼呢 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比如說這邊改成叫 郵件 比如說對照 這個是郵件的對照表 然後就貼到哪裡呢?貼到這裡 這邊的話呢 就是 郵件 然後這邊是天數 額外再給它一個地方放 不過你會發現這地方 下拉選單的話 我們重新再下拉的話 就把這邊改一下 把這兩個 先個別的 公式裡面呢 也是讓從選舉放來建立 然後頂端列 分別建立一個郵件 跟一個天數 按確定 另外呢 一整個 一整個選舉 再定義一個名稱 這個的話呢 一整個也叫郵件 不過會跟剛剛的重複 郵件 2好了 因為剛剛已經有一個郵件了 所以我們 這一整個對照表 就郵件2 按確定 那接下來的話呢 切到這邊來 我們的 資料 裡面的資料 驗證 那來自於 我們把它改一下 這個把它改F3 改成就是叫郵件 這下拉清單嘛對不對 OK按一個 清單 確定 好 那一樣 下拉清單就出來了 接下來的話 這個地方 題目裡面預設是用什麼 用 這個 第2加上什麼 加上去查詢 這個天數 可是問題來了 就是說 我剛剛講過 你一查之後發現 他沒有避開6日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避開6日的話 該怎麼做呢 基本上 這個公司就把它 delete掉 不能用這個 用哪一個呢 還記得嗎 其實 有一個networkday 一個是workday 那networkday 回來的是一個天數 那workday回來的 才是一個日期 所以如果你回來的是要天數的話 用networkday 那這裡我們因為會需要用到回來是一個 日期 所以特別注意喔 是用日期與時間 函數裡面 找到那個workday 這個函數 確定之後的話呢 start day 就這個 對不對 然後day 幾天之後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會幾天之後呢 需要用什麼呢 用vlook函數來做 如果說你的功力不夠的話 記得用什麼 用前面這邊 再按一下什麼 vlook函數 就是說你第二次使用函數的時候 用前面這邊點下去 lookup value 就是 這個普通鍵對不對 查什麼呢 f3 我剛剛有多了一個什麼 郵件2是總表 郵件是 單一個 有沒有 所以郵件2 然後再來的話 第幾欄呢 第1欄不是 那就第2欄 OK 那ram 查詢的條件 我們用 0好了 基本上應該 就只有幾個 OK確定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他就會 多5天之後 可是又 避開6日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6月3號 5天之後 會有6 日的問題 所以他會避開之後 就再多兩天 6日避開嘛 所以多兩天 就是6月10號 沒錯 OK 所以這樣的話 會比較正確 再來的話 下拉清單 原來沒有下拉清單 你要能夠 如果把這個地方變成下拉清單的話 到客戶裡面 把這個地方 有沒有 自動產生什麼呢 產生這些的 對應的什麼呢 對應的清單 那最快的方法 就公司裡面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自動會建立 編號 名稱 電話地址 有沒有按確定 好 名稱管理 裡面就有 客戶的 編號 在這裡 那其實我們主要是要編號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邊 在資料裡面找到什麼 資料驗證 下拉清單 按F3 找到什麼 客戶編號 按確定 再一個確定 有沒有 下拉清單出現 其他就會自動出來了 主要原因是 這邊已經做好了 但是呢 如果有一個狀況 裡面沒有清單怎麼辦 就錯了 對不對 所以 你要避開的話 該怎麼辦 前面好像有講過 把它怎麼樣 先剪下來 插入函數裡面有什麼 邏輯 if 有沒有 裡面的話再插入一次 第二次是什麼 isblank 所以這邊的話呢 在 全部裡面好了 找一下 is isblank 如果 它裡面是空的 那就顯示空字串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Value 由誰決定呢 由 這個地方決定 B3決定 按確定之後 再按確定 因為公式還沒有完成 如果 B3是空的 那我一樣啊 就是輸出什麼 空字串 反之就是把什麼 剛剛的公式 貼上去 這一串 其實這個False 可以改成0 False其實就完全比對 其他就是 客戶表裡面已經有件了 就是指的是 對照表 OK 按確定 好 那我們就抓到 如果裡面是空白的話 那就 沒有東西 反之的話 另外兩個請 各位自行完成 其實 要不就把這個公式貼過來 改一下 藍的位置就好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 底下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 再來針對商品編號 建什麼 商品編號對照表 或者你全部都把它建立 也可以 公式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會建立一個商品編號 那怎麼建呢 選舉對不對 這個範圍全部都要 就白色範圍 然後 資料 資料驗證 一樣 清單 清單 F3 找到那個 這個是 商品編號 確定一下 那因為我們已經 多選了好幾個儲存格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 都會自己出來 那一樣的方式 就是這邊也是一樣 已經做好了 如果裡面是空的 假設這些都是空的 他就不出現 如果他不是空的 他就自動出現 那 序號的部分 怎麼做出來 其實 前面應該有講過類似的 主要是 先用 isblank包住 但是我們的編號從哪邊來的 從 roll 列號 減掉多少 減掉6 為什麼減掉6呢 因為從第7列才開始 上面的都不算 減掉之後 如果要兩碼的話 用TESL 把它做一個格式化 然後再利用什麼 isblank 判斷說 B7的儲存格裡面 有沒有資料 有資料 那就顯示 序號 沒資料 就顯示 空的 OK 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 幫我們產生 這個下拉清單 所以請各位自行在把這個部分的 完成 你們可能會需要做的大概就這一個 Workday 跟 這個下拉清單 還有 如果裡面是空的 把它做成什麼 用 isblank包起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謝謝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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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